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 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里 这里面是主要在讲 神向摩西重申 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个应许呢 就是必然要带以色列家出埃及 那么另外这一章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 里面突然呢 穿插了立位的家谱 那我们在分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 来对圣经的予以分段 我们今天呢 读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呢 它其实总共有30节 但是呢 我们会读到第27节就结束 把28节以后呢 放在第七章来读 那第一节到第13节呢 我们说过这是神重申给以色列家的应许 14节到27节呢 乃是立位的家谱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在今天所使用的药节呢 就是六章的六至八节 六章的六至八节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那这个呢 显然呢 就会长一点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经文呢 非常的宝贵 六至八节 圣经这样说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身出来的绑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今天的药剧呢 比较长 有六七八三节 但是呢 非常的重要 那在第一个大段中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 这里面呢 我们说首先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呢 就是在第三节里 这里面呢 再一次的 接着第一节呢 告诉我们 神对摩西说 现在你必看见我 向法老所行的事 然后因他 使他呀 因我大能的手 容以色人去 且把他们呢 赶出他的地 这里面呢 特别提到说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是指着到灾祸 行到最高潮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行到地 实灾的时候 那法老呢 最终会 期盼着 以色列人 快点离开 他的地 快点离开埃及 是这样的意思 那特别呢 在二节三节呢 我们要做重点的 做点解释 神就小于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显现为全能神 至于我名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读到第六章呢 神的名叫耶和华 以色列的列祖 未曾知道 是这一章当中啊 一个重要的要点 那通常呢 当我们在讨论 在思想 神为什么这么说的时候呢 总会觉得 有点奇怪 事实上按照 创世纪里面的记载 不是列祖们 早就知道 耶和华的名吗 而且耶和华神 也曾经 向列祖显现过 比如说像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都有与神啊 亲密交往的经验 可是为什么圣经说 耶和华的名 列祖未曾知道呢 其实在我们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里面呢 重点在告诉我们 一个状况 就是在创世纪里 由于创世纪 特别有一个主题 不单单是提到 创世纪记载了 神将一切都开始 创世纪是 记载起源的一本书 那另外呢 创世纪还在讲啊 关于神主权的 这个彰显和运行 那耶和华 为全能神的 这样的称号 全能神这个称号 就在创世纪当中呢 多次的被使用 但是呢 全能神这个称号呢 这个称谓呢 我们当仔细的 在体会 思想 这三个字的 用意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 用来描绘神的时候 主要是在讲 神如何向 信他的人 来行使伟大的主权 然后带出能力 并带显明荣耀 比如说 当圣经里面 提到全能的神的时候 最早是出现在啊 第十七章 神的名已被告知 我们从前分析过 告诉大家说 El Shaddai El Shaddai 它的意思呢 就是指着神 特别有能力 而且往往 他跟啊 生育 生产 这样伟大的作为呢 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在 从亚伯拉罕 一直到以撒 一直到雅各 伟大的全能神 向这列主 来显明的时候 都是关乎啊 使不能生育的妇人 能够生产 还有呢 使人亡梗的生命啊 被生改变的 这样一一一一的记载 那因此呢 在这个名字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 就是伟大神的 他的权威 独一无二的权威 和他那创造 史无便为有的力量 那么这里面呢 就在告诉我们 神另外的名字 耶和华 以色列的列祖呢 未曾知道 其实呢 并不是说 耶和华这个称谓 以色列的列祖啊 未曾知道 而是 应该在这里看得到呢 就是在神当中 在神的里头 在神的名里头 所蕴藏的 伟大的神性 是任何一个 历史阶段当中的 以色列列祖 还走在前头的人呢 他们只能够 经历 感受到 神伟大 属性 神性 能力 作为当中的 一部分而已 那关键字呢 就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词啊 叫知道 知道呢 作为希伯来文呢 他的原文 读音叫亚大 那亚大这个意思呢 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 非常的重要 他往往反映为 当人和人亲密关系 人如何深入的 有生命的相连 交通 往来 都是用知道这个词 比如说 当提到 亚当跟夏娃同房 然后就生谁谁谁 圣经呢 原文不像中文这样的 这样的 直截了当 中文会说 同房 但是呢 按照希伯来文呢 他会用 知道这个词 那么知道这个词呢 我们就意味着 就可以了解到啊 是作为人这方面呢 如果人 去知道人 而且用在两性关系上 他就指责生命上 包括身体上的 包括爱情上的 双方面的相连 交通 密切 还有彼此的了解 还有爱的深入 当这个知道这个词啊 被形容在 人跟神之间的时候呢 那就是 人对神的感知 人对神的认识 我们应该说呀 伟大的神 当跟我们信靠他的人 建立了生命的关系 我们说 这种关系啊 就不仅仅是 我们抽象的 知道一些 关于他的知识就够了 神还让我们呢 能够经历他 能够经历他呢 乃是又真又活的 而且能够感受他 能够感受到他 从生命的经验当中呢 真认识他 比如说在圣经当中 有些例子 非常明确的来强调啊 人在经历当中 认知神的 这样的重要事实 像出埃及记的 第33章 然后呢 五节六节 大家就可以看见 那里面呢 神就告知 以色列人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知道他 然后呢 特别呀 在列王纪上的 第18章36节 那里提到呢 以利亚跟巴黎的先知啊 在斗法 斗法的地点呢 是在加密山 当时呢 以利亚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说啊 神啊 你向这个祭物来降火 然后来显明啊 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通过让这种 这种降火的方式 烧毁祭物的这种方式 让人知道呢 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你也是使啊 北国以色列 有三年半不下雨的 这样的伟大的上帝 所以呢 人们对这个上帝呢 他不是抽象的 概念的一个认知 而是实实在在的 会亲眼看他 亲耳听他 然后呢 甚至亲手触摸他 那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八章 第九节 那里面也提到说 当古代的先知们 他们一旦预言呢 有关平安的事 一旦兑现了 发生了 应验了 就可以知道呢 那些这样的先知 果真是由神啊 来拆派来的 所以呢 在圣经当中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人可以按照神 所定的某些手段和方式 人可以知道神 那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里面 提到的人 知道耶和华的名 是啥意思呢 耶和华的名啊 其实就是自有拥有者 我们说在这个名当中呢 他含有着神伟大的属性 还有丰富的大能的作为 那百姓当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那么他们马上啊 就即将啊 要经历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会通过实实在在的 马上要体验到的 被神借着摩西和亚伦 的拆派 然后呢 通过这两位伟大的领袖 给他们带来啊 从法老奴役 啊 辖子底下的拯救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经验呢 他们就会全心的来感受和体验 耶和华名字当中的实意 那么这个名呢 是有大能的 这个名不单单能创造 这个名呢 还能够拯救 曾经呢 有一位牧者啊 这样的来把六章啊 第三节的话呢 来做了一个意思上的一个翻译 他怎么翻译呢 可以说他的翻译啊 就更加的让我们今天呢 好把握 把握的也容易准确 他是这么翻 他把神说的话 用大白话呢 这样翻 你听听看 他说 当我曾将我自己啊 显示给以色列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是以啊 全能神的名字呢 来表达我自己 但是呢 对我里头 对我名字里头 所含全部的 这个属性啊 还有救赎性的大能 列祖呢 还未曾啊 全都认知 和全都体验过 清楚了吗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当神像摩西啊 讲这番话的时候 就为了表明呢 他即将要兑现了 一件事 那就是马上 他就要将了 以色列百姓 他的子民呢 领出哀醒 而且这个百姓 这个子民呢 对他来讲 是何等的重要 神把以色列民呢 看为他的儿子 而且看为他的长子 而且最终呢 是要把他们呢 带着经过旷野 进入到啊 应许的蒙福 流奶余蜜之地 那么圣经当中呢 会借助这种的方式 比如说六章七节 就提到说 当这样的事件 这样的神的作为 按照神的信实的 这样的属性 真实的在以色列的人 生命当中发生了 以色列百姓就知道 做这样事的神 是耶和华 而这样的一些体验 体验到这些作为 体验到这些事 都是以色列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列祖 未曾体验过的 所以其实呢 这就是 以色列列祖 未曾知道 耶和华的名 他的意思 也就是指着 还不能知道 耶和华的名里面 所涵盖的 全部的丰富的意涵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重点解释了 六章三节 里面所提的 至于我的名 耶和华 你们的列祖 未曾知道 他的主要含义 那接着呢 在六章四节 这里面 神就提到说 他要兼立 神所立的约 那当神提到 他要兼立 所立的约的时候呢 其实就在指 从创世纪 第十五章以后 神跟亚伯拉罕 所立的约呢 到了今天 到了摩西的时候 神要使他 使他呀 实际的生发效用 那么呢 百姓目前 所面对的 实际的状况呢 就是啊 他们有来自于神 古老的英许 然后呢 这些古老的英许的内容 就是神应许 以色列百姓呢 要成为大国 而且呢 会得迦南地为业 但是呢 他的差距 现实跟理想跟约 跟英许当中的差距 在哪里呢 虽然约当中的英许 是那么的好 然而在此时此刻 老百姓呢 两三百万的人口 却在埃及为奴 那么在此处啊 所提到的约 的事实呢 就是表示啊 要借着旧属性的大作为 带来一个全新的 一个崭新的启示 神马上啊 就即将要着手 让约啊 兑现了 为什么说这个兑现 马上对神来讲 是这么的重要 而且呢 要展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使天地都维持正参 这就是因为啊 在神兑现他的约 他的信实之前呢 我们看到历史呢 曾经有啊 四百多年的沉默期 神呢 故意未曾讲话 那么这里面呢 神又在这里提到说 从前呢 以色列列祖 在承受神所给的约 还有应许的时候呢 他们仍然啊 是寄居在迦南地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指着 大家注意到像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他们都曾啊 听到神立约 和不断的重申神的约 可是当他们听到 那么好的消息的时候呢 他们依然啊 在迦南美地 在寄居 但是从前在寄居呢 可是现今啊 这块地 就要赐给他们了 怎么样赐给他们呢 从前他们在 呃 迦南地寄居的时候 他们依然啊 在在处在 对应许和约当中 所规定的那些好处 的等候和盼望中 那么等候和盼望当中的 那些约当中的好处啊 不管有多好 就是再好 他的实际的那种好的效用啊 那种好处呢 人还不能完全的来来感受到 来尝到 所以呢 我们就说呀 像在寄居的时候 比方说就没有土地的夜权 这个呃 夜权他们没有 那么另外也没有呢 与周围 呃 国家和周围民族的人呢 呃 同等的这个 呃 这个 呃 交往的这样的权利 就是因为呢 他们在加拿美地呢 还在居 还在寄居 但是呢 马上就要从寄居呢 变成那地的主人 所以这里面呢 圣经当中当提到说 我也要纪念我的约 像圣经当中提到啊 坚立 然后呢 提到纪念 都有着上帝啊 即将要对他的约 要动手行动的 这样的意思 那六节到八节呢 就非常的重要 呃 这里面重点呢 呃 在讲 可以说在讲三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讲啊 呃 神要救赎以色列百姓 脱离他们的重担了 那大家要参考一下 呃 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 第二节 你就可以知道呢 呃 第二十章的第二节呢 跟这里的表述呢 很相似 我们从解经的角度 严经的角度 就可以看见了 这样的表述啊 甚至都用在 十条诫命的手句的表述上 就可以看出呢 这种表述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这种表述呢 这种表述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当神强调说 我是要救你们脱离 啊 他们重担的 我就是要救赎你们 脱离他们重担的 是我使你们脱离他们重担的 用这样的表述呢 来强调一个事实 那就是 只有出埃及 祸盟的拯救 以色列全民族得到自由 才有啊 承受 与神立约 从神来里领受 诫命 律例和典章的 这样的基本条件 所以呢 这一切啊 都是跟律约有关的 相关的 这样的经文的表述 那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 就是 呃 第七节所说的 说我要以你们 为我的百姓 我也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那这个表述呢 以往跟列祖有表述 呃 比如说 神要做亚伯拉罕的神 神也要做以撒的神 当雅各在旷野 还有雅各在救救家的时候 神都再次的告诉他说 我要做你的神 可是呢 在列祖那个时候 列祖所面对的啊 就是 首先 神是他们个人的神 其次呢 神变成 我爷爷的神 我爸爸的神 然后我自己的神 这种关系呢 往往跟神之间的 都是个人化的 那么至多呢 到后来 就成为一个 一个家 成为家庭化 是全家的神 可是到了 出埃及记这里呢 就不再是 是个人 和小范围 一个一个家了 一个部落了 那么 一个族了 而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大的国家 那么 有全民族 而且全民族当中呢 有十二支派 所以当 以色列人呢 从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到十二支派 到摩西的时候 整个一个国的概念 就形成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呢 神当声称 你们要做我的百姓 我要做你们的神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接受到 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等你读到十九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就会发现呢 这位在西乃山上 在荣耀的脚声 地震 还有呢 雷声 然后包括火山爆发 还有荣耀的烟云 当中荣耀显现的这位神呢 他乃是以崭新的形式 来做 以色列国民的神 所以大家 当读到十九章 四到六节 你就可以参考 在创世纪十七章 七到八节 还有二十八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还有利维纪 二十六章 十一到十二节 耶利米书 二十四章 第七节 以西节书 十一章 十七到二十节 你就会发现 发现啊 当神 声称 我做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百姓 当从 个人 到一个家庭 再到一个国的方 那个方面 来不断扩大范围的时候 神 他的命令 神 以他自身的姿态 显示他自己 都开始产生 更加 荣耀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呢 大家好好读一下 这样的经文 然后好好来 加以体会 体会神 神的圣洁 威严 庄重 还有慈爱 那接着呢 在第八节啊 我们就来看见呢 圣经里面提到说 我启示 应许给 你们列祖的地 第八节提到呢 提到一样事 就是我启示 应许给 列祖的地 就是给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 给他们的 包括他们后裔的 那么在圣经里啊 当提到启示的时候 启示这个词的原文 意思是我举手 我举手给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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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 那么圣经当中 当提到神举手 把什么地给谁的时候 举手呢 其实就是在立约当中 立约的过程中 然后呢 一种启示的 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方式 那么解经家也告诉我们说 这是对神呢 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描述 因为大家知道呢 其实神无形无相 对不对 所以呢 神不见得呢 真的要举手 但是这里面 提到神自己在举手呢 就用人 更加好理解神的 这样的描述 来表明呢 神要把 流奶余蜜的 这个加拿美帝赐给 以色列百姓 是经经过呀 正规的立约程序的 那么这个立约程序呢 那其实呢 就大家就可以结合着 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 第十六节 那里面呢 就提到说 当神要下决心 发誓 要赐福给亚伯兰 给亚伯拉罕 要把那最大的福 给他的时候呢 由于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没有谁比神更大了 所以神其实启示呢 就是指着啊 自己的神性和大能来启示 指着自己的慈爱 圣洁和公义来启示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同样的喜乐的感受到 当神说 我启示 应许给你们列祖的地 我举手 给你们列祖的地 那么呢 都是在指着神 在指着他自己来启示 那这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 神既然这么说了 那最终他启示的内容呢 一定会在他信实的属性当中啊 被兑现 那弟兄弟们 当我们看到这一处的时候 你将会发现啊 在古代的时候 承受这个启示应许的 是列祖 比如说在摩利亚山上 那亚伯拉罕呢 在亚伯拉罕呢 在不用献以撒 然后呢 已经有一个 有一只公羊啊 替代以撒死了 并且神呢 借着他的使者 指着自己启示 来应许 把那最大的福给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呢 那时候的亚伯拉罕 听的一定是笑眯眯的 眼睛都眯得看不到 都看不到了 一定乐得不得了 但是弟兄姐妹 那他承受着 神音启示 而发出的应许 但是 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对线呢 没有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 还有以撒 还有雅各 都是在信心当中啊 死去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死的时候 还依然带着信心 来望着 来遥望着 未来的应许 因为他们知道啊 应许已经发出 可是呢 对线 成就 实现 那么 还是将来的事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事实上 当神 在今天 把这样的话 说给摩西 和说给摩西 当时时代的 以色列人的时候 你知道到 他们的耳朵 是何等的有福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 成了 亲身体验 神 兑现 应许给 他们列祖的 那些话语的人 你看 这该多么的奇妙 所以我们说呀 那在 人类的历史上 尤其在选民的历史上 永远都是 生活在后世代的 一些神的选民 神的儿女 经验到的 神伟大的作为 和奇事 最多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历史当中 神伟大的作为呀 都已经不断 不断的在累积 那早期呢 他们看见 经历的就比较少 你比如说 是不是 你像 挪亚 就一定经历的 比 以诺多 对不对 那以诺一定比 比更早的 像谁呢 该隐的弟弟弟兄 该隐的弟弟亚伯 知道的多 对不对 那 雅各呢 一定经历到的 比他的爸爸以撒 还有亚伯拉罕 他的爷爷 经历的更多 对不对 那摩西所经历到的 一定比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要经历到的多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说 等到新约时代 到了耶稣基督 荣耀的道成肉身 那新约时代的 神的百姓 再回过头来 看历史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现 并且得到一个总结 那就是 新约时代 我们这些恩典当中的百姓 当回过头来 看到神伟大拯救的历史 我们就比在历史当中的 以色列百姓 知道和体验到的 更为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 因此当神 告诉摩西说 我要 把样 我曾启示 应许给 你们列祖的地 现在要给你们了 那么摩西当时代的 以色列百姓 就即将用他们的双眼 来目睹到神大能的拯救作为 并且实际的来经历 诸多的神的救赎作为的方式 那么呢 这些救赎的方式啊 都是古代列祖们 未曾在神的名当中啊 体验到过的 那个方方面面 比如说 请问 亚伯拉罕 经历过自己的妻子啊 不能怀孕了 可以生孩子 那 雅各呢 生命大大的被改变 但是请问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有没有看到 在埃及 神行出荣耀的 又大而可畏的灾祸呢 他们有没有曾经看到过 红海的水为以色列百姓分开呢 他们有没有看到过 麻辣的苦水 因为有一根木头被扔进去就变甜呢 他们有没有看到 以色列人因想吃肉了 神就使旷野当中一下子都满了鸮 他有没有看见 那么因着粮食可能差不多要断吹了 那么呢 神就使 有一个早晨 天还蒙蒙亮 人们一出去 就看见 看见了 眼前到处都是小圆饼 小白饼 玛拿 被赏赐下来的呢 他们有没有看见或经历到 他们口渴的想喝水 结果呢 摩西用杖一击打磐石 磐石就有活水流出来呢 我们说 以色列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都未曾见过这些荣耀的事 而这就是啊 圣经上当中所提的 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的列祖啊 还未曾知道的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指着 神即将向摩西那个世代的以色列百姓 向他们展示 一个荣耀的作为 其目的是要把他们呢 带到应许之地去 所以那个世代的以色列百姓 将活活的经历并见证 伟大的耶和华上帝 既是古代列祖所信的 全能的神 又是现在他们所知道 所体验 所认识到的 自由 拥有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章的 九到十三节 那在第六章的九到十三节呢 我们会看见这里面呢 实际上 是神再次的嘱咐摩西 他要继续啊 他的使命 可是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 摩西由于啊 法老的拒绝 还有以色列人的 因法老劳逸的这个重压 所带来的这个困苦 以色列百姓对 摩西和亚伦的 这个工作性质 工作效率 产生质疑 那我们就看见了 摩西已经显出啊 气馁的这样的情绪 他就在神的面前呢 来强调自己 在第十二节说 自己呢 是着口奔舌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一下 实际上在圣经原文里 在十二节这一地方啊 这个着口奔舌呢 就不是简单的 口重 舌重 在第十二节这里 第六章啊 他的原意是指着 嘴唇啊 未受割离 实际上摩西是形容自己说 我的嘴唇啊 未受割离 所以我岂能啊 来完成神的工作呢 然后我岂能 让那个 法老来听我的话呢 然后呢 法老岂能听我 这着口奔舌的人呢 那 我们就在这里 就看见摩西信的是 何等的不足 那圣经当中 当有这样的表述的时候呢 其实 圣经的表述是很丰富的 圣经不单单提到人呢 外体受不受割离的事 圣经其实还提到说 有人的嘴唇不受割离 心不受割离 耳朵不受割离 的这样的经文 所以大家呢 结合着历威记 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那里就提到说啊 未受割离的心 那么呢 这样的心呢 乃是不谦卑的心 还有呢 在耶利米书的 第九章二十六节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 还有呢 就是耶利米书的 六章十节 就提到说 未受割离的耳朵 是听不见的 是听不见的 所以当摩西向神前的 强调说 哎呦 我的口啊 我的嘴唇呢 是未受割离的 那听起来啊 是一个非常 谦卑的一种表示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当分析 他的 他的表述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看到到 摩西非常注重 关注 就是当他面对法老 和面对以色列百姓 面对法老呢 是让法老 放以色列百姓离开 面对百姓呢 是要不断的激发 百姓呢 信 他和亚伦呢 乃是神所拆来的 神一定会让 法老 最终下决定了 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但是呢 摩西会发现 既不能说服法老 也不能说服啊 百姓 能够相信 他 和亚伦的 这样的权柄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摩西仍然关注在啊 他的口齿 凌厉与否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上 那么呢 他所关注的 并非是上帝的主权 还有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实际上神人摩西 从他工作 到他后来成为 一个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的 一位神的仆人 他的灵命也有着 逐步提升的 这样的表现 人是不是一下子啊 立刻就可以变成 信心的伟人的 我们从第七章以后 当看见 神不断借着 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 行出神迹 行出奇事 那么呢 摩西的信心 才逐步逐步的提升 坚固 并登峰造极 那接着呢 让我们看看 第二大段呢 就是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事实上呢 有一个状况 就是 圣经当 在第六章 讲到 第十三节以后呢 这里面从十四节呢 然后 一直到 第二十七节 那么呢 是一个 呃 被人看 看来啊 是一个突然 又有点 近乎于突兀的 一个插入 就是圣经当中 有一个描述 就用 家谱的形式来表现 显然呢 跟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之间呢 好像没什么关联 按理说呢 圣经 他 呃 继续性的这种描述呢 是十三节 然后呢 紧接着挨着 第二十八节的 可是这里面呢 却意外的出现了 十四节 到二十七节 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是在讲啊 呃 立位家的状况 那么这个 突然 又显得突兀的 这个插入 他 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当我们看到圣经 的写作 我们就知道 圣经的写作呢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 呃 一个操作方式 呃 就是 天上呢 有一位最原始的作者 就是神 就是圣灵 他把该说的话 呃 漠视给地上啊 呃 写圣经的人 就是摩西 那摩西呢 就忠实的记录啊 神的话 所以呢 呃 以色列组长 其中就 主要是包括 立位家的家谱呢 被插在这个段落当中呢 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那这个目的性 是为了做什么呢 这个目的啊 就是要凸显呢 立位人 尤其是立位人当中的 摩西和亚伦 而且尤其是亚伦 在后来的 哎 由于亚伦的子孙 都是要做祭司的 就要凸显呢 亚伦的血统 家谱的来源的正当性 而且要在 以色列百姓当中呢 由神那方面呢 来确认 亚伦的这个血统呢 成为神代言人的 这样的身份 所以呢 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 就肯定 他们的地位 那当我们看到 这个家谱的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啊 做个留意 那我在 做那个 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 我特别用 那种 就像做家谱一样的 那种 表格 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 我们从 圣经当中提到 先讲 流变 然后就讲到西面 当讲到老三立位的时候 那立位往后呢 犹大就不再讲了 就一直都在讲立位 那 圣经呢 就告诉我们说 立位生谁呢 立位呢 就生 三个儿子 就是格顺 哥侠 还有米拉利 那这里面呢 就在讲呢 那格顺所生的 儿子呢 是利尼 还有世美 米拉利所生的呢 就是莫利 和姆士 然后哥侠呢 生的儿子比较多 那格侠所生的儿子呢 有岸兰 以斯哈 西伯伦 还有乌靴 那么其中呢 在 哥侠所生的四个儿子当中呢 又进一步的有提到 像以斯哈 生了可拉 尼菲 和希基利 然后呢 其中呢 可拉又生了 亚西 以利加拿 还有亚比亚萨 然后另外呢 就讲到乌靴 那乌靴呢 就生 米沙利 然后以利沙反 和西提利 大家听起来 都是名字啊 但是如果你把表格一做出来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其中另外一个主要的儿子 就是暗兰 那么当提到暗兰的时候呢 就特别提到亚伦和摩西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摩西所生的孩子 而是重点告诉我们说 亚伦生了拿达和亚比户 然后呢 生了以利亚撒 还有以他玛 那么 其中呢 重要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以利亚撒生了谁呢 生了菲尼哈 那弟兄弟妹 这里就来的重要了 那就是在历代之上 六章一到四节 你同样可以看见呢 是对利未加这个家谱的描述 他也是呢 重点的要从 歌侠 转到 暗兰 然后转到亚伦 然后亚伦再转到 以利亚撒 然后由以利亚撒呢 再转到菲尼哈 那摩西在写摩西五经 写到出埃及记这个时候 之所以在这里呢 把这个内容插入 就说明 从 利未 到歌侠 到暗兰 到亚伦 到以利亚撒 到菲尼哈 是一条啊 神所给予的 就是利未人的 服侍神的 代言人的这个 敬迁的正统 就把这条线呢 就画给我们 所以呢 就显然看到呢 摩西在那个时候 已经在启示的光中 认识到啊 与他同时代 那个年轻人 菲尼哈的重要性 那弟兄姐妹 在这里呢 我就有三处的经文呢 列举给你们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民书记呀 第25章 然后呢 10到13节 民书记的 第25章 10到13节 我们呢 可以翻一下 这里面圣经 看看呢 怎样告诉我们 那在那一处的 经文的背景呢 是在告诉我们呢 以色列人的军队呢 当走到 摩亚什亭那里的时候呢 那他们就中计 因为呢 巴兰 那个恶先知呢 由于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呢 就 告诉巴勒 这个摩亚王啊 用另外一个 邪恶的计策呢 来让以色列人呢 上当 掉入陷阱 那就是 预备了非常多的 摩亚 摩亚的女子 和米甸的女子 在摩亚的石亭 那个站呢 那个点呢 就来勾引 以色列军队的男人呢 那些男丁呢 这些士兵呢 犯罪 于是呢 那个 咒诅还有瘟疫呢 就流行在 以色列营中 在那天呢 被瘟疫所击杀的人呢 有两万四千人 那么怎样 在那时候 神击杀以色列男丁 让那个瘟疫 最终呢 可以终止停止呢 就是有一个人呢 出来了 这个人呢 其实就是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沙的儿子 菲尼哈 当他看见了 西面之派一个首领 和米甸之派 米甸不是之派了 米甸人的一个 首领的女儿 公然的 从人的面前走过 然后呢 到一个地方去行淫的时候 那么菲尼哈呢 就追过去 那么就把 这一男一女啊 两个坏人呢 就用长矛呢 把他们刺穿 把他们穿透了 所以呢 在第二十五章里 民书记啊 就告诉我们 被杀的那个米甸的女子呢 叫哥斯比 然后呢 被杀的那个 男人呢 他的名字叫西面之派 一个宗族的首领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呢 就由于这件事情 耶和华神呢 就非常的喜悦 菲尼哈 在第二十五章的十节啊 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就小裕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沙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呢 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 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 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赎罪 所以你在这里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 圣经当中这个用意 那这个用意呢 就非常的重要 就表明呢 既然菲尼哈 做了这样祭邪的事 神就已经委任菲尼哈呢 为祭司中的领袖 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呢 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跟着我一同看一下 就在马拉基书的 二章四到五节 马拉基书的二章四到五节 在那一段圣经当中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跟菲尼哈有关 这里二章的四到五节 这里说 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 使我于立位 或作立位人所立的约 可以长存 这是万君之一和华说的 五节 我曾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 使他存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惧怕我的名 那弟兄姐妹 神在这里提到说 我于立位人所立的约 那这个约 是哪里的约 是什么时候的约呢 其实就是指 神跟亚伦的孙子 菲尼哈 所立的祭祀之约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还可以翻看 另外一处重要的经文 非常的有帮助 就是耶利米书的33章 21到22节 耶利米书的33章 21到22节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 这里怎么说 这里呢 其实啊 可以从20节就开始读起 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 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 并能废除废弃 我于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 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 海边的沉沙也不能斗梁 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 多起来 那在这段圣经当中呢 请注意一个要点 就是神甚至把大卫王的后裔和立位人的后裔相提并论 神让两者呢都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所以呢 各位弟兄姐妹 似乎啊在这里 菲尼哈在这个家谱当中 在这个名单里出现的是那么的静悄悄默默无声 但是其实在这里已经隐藏了一个美好的一个伏笔 那就是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已经在关键的要害的部门 尤其在服侍他的这个这个领域啊 这个这个部门里面 已经放下了那快吃打凉的器具 那忠心敬天和他使用的器皿 神是全知全能的 他不单单他知道他看见 并且他借着摩西的写作 也把也把这个奥秘啊 无声的就隐藏在这里 让那智慧的被开启的被圣灵光照人的心和眼睛可以发现 感谢赞美主 今天呢我们就整个的看了 呃第六章 呃非常的宝贵 我们大家要注意呃前面所提的呃 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的列祖未曾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好好思想 那么弟兄姐妹在今天 有没有耶和华的名里头 他的丰盛的神性和大能里面 还有一些连我们现今都未曾知道的 但是我们随着经历他 以后就会越多越多的知道 而且大家重点好好来 呃借着圣经经文的参考 来看看后来那个有着忌邪之心的 那个青年人 神利维尤呃 利维尔人领袖的菲尼哈 在历史当中的重要性 愿神恩待大家 每一天都把我们带入他圣 呃圣灵海话语的光中 越多读经 就越多的喜乐 越多的力量 越多的开启 越多的丰富 爱你们 感谢观看 även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